阿諾汗 現在來的阿諾汗 再繼續睡眠 我們剛才說這個阿諾汗 他未嚇佈心的陣情 他生在這個世間有很多的恐怖 這個生虎 就是因為有這個 弄病疾核的困擾 所以有很多阿諾汗 煮煞 這樣 這是這樣 那麼這個所謂家說 有夫有色感到 受極寡 生虎報心 不如重生 有優定我們這樣 那麼這句是補充說 我們這個還反乎俗主 在這個色感 我們像這個色感到這樣 因為有受的生虎病疏 有四個 二個 八個 十個 所以這個加上一個努力 同意 那麼另外一個譬如是說 反乎去弄冠 去弄冠 這個有何是受苦 我們今天中生在這個世間 有何做惡性 有何有很多苦 都要親像三個 如揮鐵 同意 但是在這個中間 有生的處 這個苦 會補為心 你知道嗎 所以反乎是不如 不如重生 就叫做素生 阿諾汗 佩智佛菩薩 他說 還有定運 這個定 譬如說 我們人 這樣 站在那個三尾定 這個三尾定 會怕 不過那個怕 是一個那麼久 所以這個定運 叫做消運 的意思 真正 性人就已經解脫了 但是他還有補為心 那個定運 就是消運 的意思 正 齁 站在三尾定 在中間的中間 有驚慘 我們知道齁 所以 一旦 奉下生命 譬如說 這個二生的生人 有一天 生命 已經結爽 這個叫做下生命 齁 齁 這個叫做優如下毒氣 親的棒 自從這個毒氣 把它拿掉 這意思嗎 自於這個生苦 有地雷 得苦嘛 你怎麼不覺得 身體如果健康是沒什麼 齁 但是 生苦的病 不是跟我們生苦的病 而已 環境的問題 族親的問題 老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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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算難免有很多 不注意的事情 所以這個生苦 一旦放掉就對了齁 生苦已經生氣了 就沒有這個苦 這個叫做生命 生氣 毒的氣窟 同意思 所以有生苦就有苦 了解嗎 有生苦就有苦 有鼠葉就有苦 有俗親就有苦 應該一下 有家庭就是苦 我們知道嗎 所以這個生 foam 性好好 在生世流傳中 他還有非常多的 ethical iana 一件事情 你講到 主委,我們雖然說生命 因緣的 不要對他旁邊給你發一聲 聽不懂 或是說怕暗路 會怕嗎 如果說不會,會不會 政府主委有種保衛生 你說真的不會怕 跟一個人很孤單就會怕 應該會吧 差不多都這樣,我說真的 我們反覆會 不是反覆會,二生的線就是會 了解嗎? 很孤單中間 事實說,我們哪有一個問題 我們也不明白說 阿樂漢為什麼有這個恐怖 因為阿樂漢 有一切無形保衛 保衛生主 怎麼會呢? 阿樂漢還會急 還會怕 怕什麼呢? 怕什麼怎麼會 還會說無羞無盾 因為阿樂漢 它是接受嘛 所以復竿他人說無羞無盾 他會怕 我說,我是想要做什麼 我未來是變成什麼 這個就是有這個 跟無形的保衛生 無羞無盾 的這種保衛 恐怕說,將來我到底在這個神父已經離開這個世間 那麼我是從哪裡去 因為他有想說我有收有得 我有一個理想環境的解剖境 但是他不知道說大生菩薩就是無收無情 無收無得 所以他對這個無收無得他會怕這樣 這句話是說這樣 所以那麼這點是可以用兩點來看 第一,有幽與意 那麼第二呢 你再給大家看 這段,第四段 的下面有無意義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是分兩段 說什麼叫做幽與意 就說這個生菩 還有剖所意 這個生菩 還會受苦 所以這個就說生菩受傷害 還有生菩受傷害這個問題 這個叫做幽與意 那麼這個無意義呢 就是說生菩已經心地解剖滅 無收苦的這個余報心這樣 這個就是多說兩段 所以頭上這個說 先說優與意來講 照講 這句生菩 他頭上這段 照講 因為一切行 是生死的流轉法 什麼都說呢? 因為一切法 可以受傷害 就是還有生死 就是一切法 要讓我們解剖生死 所以這個就是一切行 就是生死的流轉法 就說要讓你安裝 用來理考這個 但是呢 如果一切無形 這兩句這樣 這樣看得出來 頭上是說優性 無收性 就是生死的流轉法 但是如果說無形可修 也無法可抵 就是說主性 本來無修無情 這樣就是無性素 立反 因為生死就是立反 所有人的主本性 本來就無性無變 所以不再說一切無修無形 那麼這就是代性 這句話也是最最最性 本主古著 聽到沒有 這句話是在說這樣 無收無徹 但是以前這句說 一切行是生死流轉法 但是如果一切無形 這樣就無生死的立反 因為本主古著 本主立反 那麽這個日朝 我的最最性 這就是在說明這樣 但是這個阿羅漢 雖然說 已經了生死 就是說 他還有這個報心 敵人 還未下部進行 他已經增加速度了 但是 他 立反中主 他說主有立反 他本身已經主有改團 但是 他本身 這個報心 還有敵人 還有這個報為的心 這樣 就是說 他這個報心 還未下條陣前 他還會怕死的心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這個情形是怎樣 以前裡面有一段 譬如說 譬如說 兒子 被狗子嚇到 但是狗子嚇到 他已經 走走走走 他們老母 給他撈 他還會怕死的心 他還未下條陣子 還會穿 也還會靠 這個 鼻子是這樣 會不會 孩子會不會 會這樣 差不多 不要說這樣 譬如說孩子 自己一個家裡 找不到 老母 他就靠 老母在外面 把他撈去 他還會好 現在這個 鼻子 所以 經典中 以前這段 是在鼻子 譬如說 一個人嚇壞 想要來 傷害自己 雖然自己 已經在地上 安全了 但是他的心 還有這個 疑伯 就說 還會怕死 漸漸 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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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怕死 還未下 一個人嚇壞 要向我們抬 我們已經 照理開了 那個人 已經沒看到我們 心 還會怕 這是我的鼻子 因此 這個阿羅漢 雖然正在地上 但是他屬性 還沒有救 經 這個叫做 優異 這樣 這個 生苦 還有苦 給他 依在 這個 保體 人 所以生苦 還有 通常受到 傷害的 怕 就是 一個人 神經病 要去抬 但是他已經沒有抬 到他照理了 不過阿哥還會怕 這是 因如阿羅漢 他心裡的微薄心 那麼 這個 律中中說 佛地寫 王寫 這段 這段故事 應該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個 鐵寶 鐵寶 所以 去 放一個水槍 要來海佛 佛地點點在那裡 不過 旁邊的地主 看一個 都走 這樣 有嗎? 有這段故事嗎? 有嗎? 這個就是阿羅漢 還會怕死 聽到嗎? 佛地不怕死 佛地知道 但是阿羅漢還會怕死 這樣 所以阿羅漢就走到尾巴的尾巴了 這樣了解 不然就沒有記載 什麼人走 什麼人沒有走 沒有記載 那段 那個門來 這是沒有記載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正面阿羅漢 這個佛心 還會有微薄的心 這個叫什麼? 優異意 這樣 優異意 那麼第二 由無意義來跟他講 行 所謂行就是叫做行 但是阿羅漢 雖然 已經受到 但是他說 沒有一切就行 這句沒有一切就行 這句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在指什麼 他說沒有一切就行 他說沒有一切就行 他是說 他沒有收集 全部面子的主題 他正確 中中公的主題 那麼這個 他不知道是因如啥 我是不知道 但是這個主題 是神明會 主題就是什麼? 根本煩惱 會生的這個 既節的煩惱 這個叫做主題 就是說 這段話是說 他沒有收集 因為這個 哭集 要去穿 這個 就是個 啊 團無名 這個就是 所以... 变得叭的人 無名就是什麼呢? 就是短無名 不悔無名 它還沒時間長 所以這是癡本煩惱 它還有沒有時間長癡本的意思 但是,它還有記者的煩惱 所以,它就沒有原因 沒有政策種種的公共責委 他現在是這樣說 但是我跟他想不太順 不太順便說 阿樂漢是他有收法政策 這麼有說是有收得 有收法政策 但是法政策裡面 他應該有哪有政見、政事位 政議、政力、政策 不然他不可以抗這個別的別的 所以他這個所在是說 沒有種種的公共責委 他是在說這樣 他跟阿樂漢可以解決 他說他可以解決 但是阿樂漢還有變力先的事 變力不行 譬如說我們今天去學法的人 近年聽 每年再聽這個叫做變力 因為這個水準不斷的進化 這個叫做變力 聽不懂?有這個進化嗎? 但是反覆是有分斷 所以這個生世中有一個叫做分斷的生世 反覆有分斷的生世 那麼修行的人從日前開始 生文前開始有變力的生世 就說你今天已經不斷進化 這個叫做變力了 這個變的變化改悅的意思 譬如說你過去的個性 現在的個性已經不斷進化 這個叫做變力 那麼這個阿樂漢還有變力的生世 所以不可以通達什麼呢? 他這句話說 沒有通達到這個生世之後 一體會平定性 生世跟這盤同體 所以生世跟這盤應該是平定 因為生世元氣 元氣本空 所以這盤會空 所以生世跟這盤是平定 但阿樂漢還沒有通達 那麼這個就看什麼追蹤 因為初期二、三個是沒有通達的 沒有通達 可是呢 應該阿樂漢的數個的追蹤 應該是已經有通達 不過他這句話說 其他法規或不得客 所以這個阿樂漢還沒有通達到這盤 生世跟這盤平定性 不然如果他照相見 頭上水像走來 他會怕死 那叫這個就變那樣 我們知道吼 因為阿樂會怕死 所以他就沒通達 生世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他還會走 那還有一個點呢 因為他還有恐怖心 有這個弄邊機 的困擾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用這兩點來講 當然它是沒有通達,這是對 不過它這個生活 還在地雷時,它難免會保護這個生活 所以它就不覺得 怎麼不便又恐怖 不得究竟的樣子 現在這個就是他講什麼 現在這段就叫阿樂和這個生活還在地雷進行 雖然它有正數個 可是有這個生活 就有這個生活的困擾 困擾 會覺得這樣 那麼再將這個保護輪到幾乎分 一佛救義 這是在說 煩靈為人做幾乎的 通常今天可以跟他幾乎 他絕對不得救幾乎 他不得救幾乎 可以替眾生幾乎的 他不得另外幾乎 自己已經在救幾乎主宰 當然是 要再依他做什麼 要再幾乎白人做什麼 這句話是那個 你的本身可以跟幾乎 你當然是不可以再救另外幾乎的幾乎 你本身就沒有水準了 這是在說這樣 所以請問 小肝的眾生 是無依、無侯 那麼這句話是怎樣 小肝的眾生 在前面的大陸中間 沒有什麼 沒有這個儀式 這個儀式 就是儀式的意思 那麽上面這個無依 就是不可以挖苦 比如說今天你如果沒有幾乎 你要挖苦什麼 注意你想看看 所以這個幾乎佛 幾乎法 就是我今天要依佛 依克佛 依克主來證告 但是幾乎正 就說我要依克這個師父 讓這個師父給我教育這樣 這個三部幾乎是這樣 所以今天幾乎 你為什麼要很準確 一定要有人會向你教育 這個師父 這個叫做儀式 這個叫做儀式 可以丟臉如來證告 尋常如來的證善 隨便給我們教育 這個比較像我們一個正心的師父 一定要依這個師父 所以依這個師父來證善 和將來勝負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幾乎三部的水準 幾乎三部的水準 那麼這個呢 就是說 凡夫是沒有幾乎 但是你們有幾乎 沒有幾乎 我是不知道 我是沒有了解 所以幾乎三部 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 要注意 但是 所以凡夫有其他 國食共有的恐怖 這樣 注意 注意 不是這個 沒有幾乎人 有幾乎人 如果無敵犯 我哪有很多恐怖 有幾乎人 如果無敵犯 我哪有很多恐怖 比如說我們裡面 就是說 佛娃威 佛威 佛威 說怕死去 注意 那麼這個死是人人怕 但問題是什麼呢 死 你要整有何處 這樣 要注意這點 死去你要整有何處 所以會怕死 人會怕死 我們知道 還有一種什麼 怕臭命 了解嗎 那黑面的味道 怕讓人拍命 甚至說 人要有一個英武感 容易感 這句容易知道 做人做瓢村有情形 要注意 有時候 你如果沒有人家 你再說話 人家對你 真的討厭 要注意這點 你還要跟人家說大聲 人家對你討厭 你本身就沒有那個拼得 通常你如果說 你就沒有拼得 你不要再說法 通常我們對你 就拍名聲 這個叫什麼 拍名聲 這個黑面位 但是人家 第一條 這個叫做佛娃威 那麼第三叫做大獎威 就說在大獎的中間 我們想起來 我們不如別人 這樣 這自己就很怕 不如這個叫做大獎威 在大獎的中間 對啊 我和人比起來都不會比起來 這樣 了解 那麼這個因為有恐怖 所以呢 特別求貴威這樣 現在這個問題 注意 我再說一遍 死 沒有死 這個看我們的補替 的這個期間 時間 但是注意一條問題 死了 你 冷卻要貴什麼所在去這樣 這個是反覆裡面 這個 他有種叫做短見 從死就算 那有的 一種說 死我白天也會做人 這個 是不健康 但是有的對這個死 活力活動 他不會感到 除非會覺得很好 這個死後 我們有一個人健康 幾處 的氣質 這個是比較重點 那麼這個 這個臭名聲的 恐怖 應該有地主 如果有這個鐵鐵參會 你會主動人品 就得 這樣 應該名聲 過期的 你怎麼做 就過期了 輔助的完了 那麼你重金氣 你的人生 不可以再做 不對 這點比較重要 那麼第三 你說在台中 應該沒有什麼人會怕 因為中心平靜平靜 有時候 我們是主動人家 我們如果是人家 不要不如別人就好了 就是 當地人品不要不如別人 這樣就沒有台中為 你知道嗎 但是今天就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們也沒有 我們今天是鐵鐵面白佛法 我們也沒有佛外為 也沒有這個歐兵為 也沒有台中為 已經過世了 但是未必 過世了 有些人 就這個氣條 就是這三種的歐兵 主委 你怎麼知道 你如果是不買日盤 這三種歐兵 我才會負責 所以有些負責 要往生 也是別人去老 但是他死去之後 問問 不知道要怎麼 要去哪裡 所以這點就是沒有路線 對學法的中 我們的氣數 沒有路線 但是今天 應該大家不會這樣 這樣才會負責 如果是不對 不對就參費 阿五湯 再不對 這樣你未來絕對不會負責 再來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台中菩薩德的發心啊 再來有一個很蘇生 萬萬的這個道士倫 他能夠起來了 應該這樣 我們整一的點已經有了 如果要收樹鐵 就是元氣 還要收台中菩薩德 這就是文法啦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人要走 我們知道 已經有整一 整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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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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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一千媽祖 那個 丫雄做出來 他也有很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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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就沒有解脫了 他將來應該我可不定 要帶去哪裡? 就是讓你終極了 去陷他作會這樣而已 這樣就知道嗎? 就討厭天的神而已 但是他也覺得很溫柔 但是這是依可不定 有的人是拜山神、拜水神 拜台幻天 這個幻天就是台幻天王 不然就拜基督上帝這樣 他也覺得很好 但是這是我可不定 我可不定 所以今天眾生一定要有一個醫科 但是一定要整醫院這樣 聽大家記得 你不可以說今天要求復徑 你沒有要整醫院這樣不對 這樣完全不對 要注意這點 正義三個月 你今天要來這間學校 你一定要報名辦手術 那個三個就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整醫科 那麼佛地主是整醫三部 比較緊固三部 的這個佛為教 那麼佛為修 正為陰德這樣 讓外界人給我們陰德 讓外界人給我們陰德 讓外界人給我們陰德來 怎麼會有修 修到達到正確的教 看上來可以陰德 這點要注意這點 所以注意 不是說我怕整醫就好 不是這樣 所以我來很煩惱 在這裡整醫的人很少 整醫都再見 都沒看到 不是大家沒看到 是到處都沒看到 在這裡整醫的人 今天又出來唱一下我 在這裡整醫的 這樣就可以了 聽不懂 不再太多人 因為在台北 這裡有我們處理的紀錄 你知道 我們有幾個在台北 市台北館 你知道 七八千人 超過八千人 我們今天這個地方 到四百人 只要說到二十文件而已 這樣算得很少 了解 所以今天是正就是要贏得我們 要贏得我們 要贏得我們 要贏得我們是正確的法 但是目中 是正來陷伏 就沒什麼 這樣 成分 這樣 聽不懂 所以今天整醫後 一定要好好學法 不可以 因為我們的目標 是正確的 正確的 所以這點要注意 所以今天在這裡說 佛提主整醫三部 雖然說整醫的對象不一樣 怎麼說不一樣 因為 就是說社會 就是說這個 法術不一樣 但是整醫的動機 是一直 是 怎麼 優勞 優勞 就是說 走 不斷在禄斗倫迴 生死的勞勞 第一點 我們自己為著要解团 所以我們要以佛 以解团 克服的法來解团 克出家人 這個政治界的出家人 把我們引刷 讓我們明得如來 證明 受到好生 受到對 這樣 這個我們的重點是這樣 所以不可以說 阿樂漢有報有的心 因為報有的心 所以 伊如來 阿樂漢還有報有的心 所以伊阿克如來 所以你看看 當初佛道要立法 如果一些這些出家人 也是不知道要怎樣才好 聽不懂 佛道就是 政團的領袖 聽不懂 大家都有什麼事情 都靠佛道 佛道在 佛道一個立法 這樣阿樂漢 不知道要怎樣 所以教會由這個財牆 修靈道 所以沒有人去做 只有在這個地方 在整理佛道 過去所說 要整理好 所以憑這個 外國大教師說 讓這眾 眾所信心在 不可信 所以佛道沒有跟這個 阿樂漢專家說 他破了體無基為修 就說 民國人改修得好 我們就不行 但是我今天也是怕 怎麼 怕說 因為現在 因為 每一個佛事 每一張都有一個開山的祖書 這樣 但是在歷書看起來 開山祖書之後 差不多都有算 一些地主有的人 不知道要怎麼收 現在有很多這個問題 比如說 以前在佛道傳 有的很大 但是那個精神的主者 萬一 王生去 他如果沒有抵法 為這個地主 就算了 你要相信嗎 一定算 不論他的團隊多大 絕對算了 就對了 因為他沒有抵法 也沒有距離 讓他不知道 如何如何收 但是今天 我們的目標 應該是賣去 就算了 佛道主席 跟他 之後 佛道叫地主 以改為修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個目標 就是大生菩薩德 以為我們教育 第二 我們 求王生 到處正圖 這樣 應該 我們的團體上 絕對不算 有一個 正確的兩個目標 第一 那是 他 空中 性中 性中 這樣來講 我們今天 阿台大師 都有一個法義 那是他正圖 我來講 我們再講一個很簡單 可以蓋上去 和真心性物的 這個美麗正圖 所以我們 是共同 以來 全醫 我 和大家 都全醫美麗菩薩 這樣 用這個做豬條 應該將來賣掉 是怕說 你今天 佛道 佛法的中間 佛無一法 這樣比較麻煩而已 這個 這是目標準 標準 所以 我們 有保有心 所以 全醫入來 可見 阿樂漢會不安樂 更不究竟 這樣 聽到嗎 那麼 下面這段 世尊 阿樂漢 佛自佛 有保有 四個 阿樂漢佛自佛 優於性 反 不僅過優性 不僅 優於性 反 不僅過優性 優於反行 不行 過不損 過 voor 是不究竟 過中 過中 有 過中 優租 過中 有所 不逃避 過中 有所 有所 餘不斷過 去 癒 藩 改 萬 這是欣猛夫人 再在表達 給謝淳知道 他說 剛才 前 說到 有保有 齁 就是 台海 先說到 阿樂漢跟 培治法 人家跟撇子分,因為沒有人家救警 所以有這個生父的時候有保衛生 但是這個撇子分叫做嚴格 是關因嚴生、因嚴肥二降 所以另外這個嚴格是這樣說 另外的佛得告有這個十二嚴規 輸給嚴格,這叫嚴格 那麼獨特就是關因嚴生、因嚴肥 關輸鬼的生物變化 所以他感覺世間無雙、是受傷 這個叫做獨特 你知道嗎?這些兩種 那麼在這個佛要不出生的進行 他就自誤,在前 比如說這個大騎生 比佛得更多 但是佛得出現後 他就已經爭到撇子佛得了 所以他還要來整理佛得 聽不懂? 所以他自己已經爭到撇子佛 所以他自己有一個誤慢心 佛得跟他講不懂 他就跟佛得反駁 我是我的 你不用再跟他講 你聽不懂? 你跟我看這個大騎生這麼嚴重 他說現在我來做你的財主 我是我的 但佛得有問題要把他調整過 調整不過 聽不懂? 所以你看看 佛得了反駁 這個大騎生就只是整理佛經 這樣 所以這個文書菩薩 跟這個米勒菩薩 他沒有大騎生說過佛佛因 因為他沒有照佛得 這個大騎生經驟裡面去進行佛中心 所以他們這個向我插發 大騎生經驟裡面去進行佛 聽不懂? 所以這個 他們這兩位大騎生說過佛因 所以這個大騎生就是本來的獨角 那麼這個阿樂漢呢 必定將佛出家 受苦很多次 阿樂漢是這樣 一定要這樣 所以這個佛事菩薩 有哪有佛將佛出家受苦很多次 所以上文 只是淡算 上文只是說到阿樂漢而已 但是原理呢 這個佛有的心 就是他所證的境界 都說含阿樂漢 就是佛事菩薩 含阿樂漢所證的獨角 所以這兩種的水準 叫做理性這樣 但是不改獨角 不改獨角 怎麼不改獨角呢 這個獨角 應該是更高 但是這個十二元規法 收集這個佛事菩薩 佛事菩薩應該是更高 水準更高 但是這個十二元規法 跟宿生體 這個有哪講到三世因果 所以這個就是佛義上是獨角 但是這個二生 就是佛事菩薩跟阿樂漢 有強暴的心是因爲 有無就是這個佛事菩薩 和全體沒有究竟 怎麼說呢 就是佛事菩薩 沒有得到九種 再來 煩惱無斷情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佛事菩薩 比如說佛事菩薩 有三個九種嘛 就是這個佛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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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事菩薩 跟全體九種 所以這三個九種 這就是究竟這樣 不過二生的人 他是沒有必定 只有地鐵和斷鐵 但是他們是沒有得到九種 但是他這個阿漢經 跟這個律宗 來講 正阿樂漢教的生者 靈祝菩 他自己可以講 講我 五生於心 反形於力 所屠於凡 不受效益 這是他們自己講出來 那麼這個問題是這樣 說我 生死已經盡了 叫做五生於心 第二就是 我的生死已經盡了 因為他本身 業績已經盡了 第三就是 他應該做 已經辦完完 我們反而是還沒辦完完 還沒辦完完 那麼 但是他說 他將來不再有 後面的生死 叫做不受效益 說未來沒有人間 潤回生死的問題 這個就是阿樂漢 他本身裡面說出來 說他的最終是這樣 但是這個律宗 有哪有最讚嘆的阿樂漢 這是沒問題 因為阿樂漢是比我們反復更好 因為反復有潤回生死 阿樂漢已經沒有潤回生死了 所以他叫做不受效益 所以當然阿樂漢 是應該受贊貪受共養 這是對 不過我們反復是 還有生死的潤回 所以在裡面說 聖文學者 說這樣 五生以前 生就是生分 就是有生死的這個分量 但是這個就是叫做什麼 有煩惱 有煩惱就是生死 所以是說斷疾 所以是斷疾的疾 就是斷煩惱的疾 就是斷煩惱 煩惱 斷這個有煩惱 疾就是什麼 就是煩惱 可疾 因為疾 疾其煩惱的作用 所以比較有 緑化生死的苦惑 這個素性體裡面的那些就是煩惱作業的意思 那麼這個反行,照說是清淨行 反行一立就是已經修行完完的意思 但是這個是修道地,就是修八正道的地位 但是我們反覆今天有我們修八正道 不過我們沒有那個八正道地位 第一,我們還沒有正義憲 照說我們今天反覆今天沒有正義憲 沒有大家正義憲、正義憲 所以我們現在就漸漸的骨折 所以現在這個就是修道地 這個就是修道地 那麼所作一般就是正立法的別體 扣這個別的別 這個別的別 他可以提到解決 別就是大家接別 個人的接別,這個叫做消性的盤 那麼來,出家 所買作的 是療生、四日正的盤 這個叫做台書一般這樣 這個原來是證告這個別體的意思 以前這個別體的別體所說的 就是修八正道太長 然後他已經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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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生的生死結束了它不會再來有生死 這個叫做不修效益 沒有後面的生死輪迴 因為這個又是第一宿德環 又是七翁來 但是這個宿德環已經無生了 所以這個叫做不修效益 總好起來就是宿德中 就是地庫、短執、正律、修德 這個就是宿性體裡面 不修這別頭你就要怎麼修 但是修是對的就是他們的作業 但是你用短煩惱的這個 他們的煩惱就是作業 這個叫做短執 那麼第三呢 你如果是可以短執 到時候來大家接別 這個別的政別就是開五主政的別頭 不過你一定要受法政策 你如果是沒有受法政策 定理什麼呢 定理你還沒有短執的意思 但是阿樂漢短執的就是修就是修八政策 那麽究竟完成這個叫做理性性 這叫做短執的這個經驗 跟阿樂漢短執 但是他這本經典所說的 理性 在宿德人 他是自斷政策 是沒有做到究竟 是沒有做到究竟 照這本所說的 因為他還有恐怖心 所以照這本說的 是沒有做到究竟 但是照一般話說的 就是說阿樂漢有政別 有收得到有政別 應該他是在個人的解決上 大家有無聲 這樣是有究竟 所以阿樂漢短執的意思 還有優異 還有存 母語就是沒有存 優異的還有存 所以他的心還會站著 所以呢 優異變略成事 只是說他的變略成事 沒有得到究竟 我們今天有這個變略 我們今天有這個變略 因為有這個修學 有這個修改 就變略了 但是完全都沒有要收 他就沒有變略 他們怎麼會變略 叫做進化 反復進化到生人 這樣叫做變略 阿樂漢已經變略 但是阿樂漢的變略 如果按照這本經典 就說的是沒有得到究竟 但是其他他得到這個修學 應該是他在個人的解決是有究竟 就是在這本經典 這個現萬夫人看 他們是沒有究竟 但是以前裡面有個性的畢竟 應該是有什麼不太究竟 所以還有什麼 生但是不能說五星一針 他們有這句話 說五星一針 但是以前裡面說 因為還有生的中間 是應該不可以說五星一針 但是五星一針 是一定用什麼 地坑地來講的 這是在水平這樣 但是這個阿漢經的母丹 你騎 就是這個如啟倫 八十三針裡面 我們怎麼會這樣說 這樣說 這個有優於煩興 不成就 所以說 所修的道是不順 就是說阿樂漢 它所修的道不順 如果照說他偏順 修性地 在一切法中有的法 有法通的修 照說是不順 了解 應該是每個孫的為 是無法可修 要注意這點 是無法可修 所以他在心理上 還應該不順 照我講是這樣 因為他還一法修 但是應該照我的 是無法可修 甚至無一法可修 所以可以用這兩句話 補充 所以這客的經 有說到順 他的煩興 是無勞到興 無勞 阿樂漢 阿樂漢 有法可修 阿樂漢 阿樂漢 所以他們應該無勞到興 就是沒有一點煩惱 會夾接 所以比較久就順 阿樂漢 沒順 怎麼沒順呢 因為他的定衫無名 未真 聽說沒有 未真 所以現在在二生 還有煩惱 所以收到 還沒有到 順他的求情 因為順他的求情 應該說 是那個大生的無學位 perquè善樂漢 但是阿樂漢是二生的無學位 所以那個 順一 只強 Clap א 999 hart 所以 不能說 阿樂漢本身是 善成無 allows 這個 做成無道 所以 為 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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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比 那盆就是不姓不姓 所以这盆就是不姓不姓 已经没得到的盆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盆 怎么说没有真正的盆呢 先从法华经说 你所在的盆 非是真盆 这是法华经说 如果真盆 应该是这个 这个叫无上静静静静静 这个叫做无上铺铛 这样那个叫做无上铺铛 但是二生的生人是有上铺铛 所以没得到的顺铛 所以这个叫做无上铺铛 非是真白 再来应该做的事 应该做的事情 没得到的究竟 佛尊靠有得到的究竟 怎么说呢 应该做的事 比如说这个代币他没做 所以代币没做的原因 就因为他没得到平静心 听到吗 主义你要了解这点 所以今天我跟主义再来 鼓勵 主义你不用说你要求去旁边 求去旁边 求去旁边的快乐 不要这样 如果这样有的 你去逃风的世界 有的人是在思想观念上错误了 非要币币币把中心讲得好 因为今天要生意 没那么正当正 正当正 也应该要比帝相恩更多 但是要让大家比帝相恩 你本身 絕對要了解 那个平静心静 你如果是本身 没有了解 那平静心静 在弗壮中 就已經有很大的錯誤了 要注意這點 所以你若是有平靜聖地的開發 你絕對會做無論中心 你沒有過路個人的快樂 沒有過路這樣 你絕對是中心統一改團 你比較感冒 這樣你就是本身有平靜聖地的一種開發 所以你不用想說 啊 我就來訪問 你個人自己去快樂 不是這樣 所以阿樂漢他個人做的一條盤 所以他個人所做的一條盤 屬於說應該做的事情 他沒有十九九項 這就是他隨便這樣 所以這個大生婆 才做得比較容易十九九項 你知道嗎 所以他不說 日常來要有優所做 怎麼說呢 這個不良所做一般 怎麼會有優所做 例如說日常的生日他十九改團 在這個環境上有說這樣 佛得的這個大生用精透 是有阿樂漢大 但是大生用精透 有阿樂漢大 但是大生用精透 不過大生用精透 有哪有那個 地前菩薩大 但是地前菩薩還不需要 往來生死中 不過阿樂漢大 看著很難 說人生 人生 人生菩薩還在出生 入世的到中心 他自己會判斥 判斥 因為他還在發呆心 還在做中心 所以這個事情後面還有優所做 所以他在發呆心 發呆心 主義的進行 這個佛得多次的大地主都解脫了 解脫了 解脫了更高了這些大地主發佩地心 發佩地心 發佩地心之後呢 這些大地主大家都發佩地心 所以佛得跟他收起祝福 這個就是阿樂漢 你雖然已經個人解脫了 不過你後面應該要再做中心 這個意思是可以說的 所以這個阿哥有所做 所以這個不可以說 因所做一般 就是說 他個人解脫可以說 但是 應該要大家究竟的無雙部 就要他做得比較多 所以這個佛得尚佑 這句話是說 本經是說斷接地來說 不過是二生的 雖然有斷掉的 這個宿主的煩惱 不過這個無雙 主題 還未斷 就是說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精本無雙 那個未情 我們剛才說過 那個精不無雙 還有生的那個 又是雞也無雙 那麼這還未斷 所以 不能說完全堵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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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煩惱的大海 我們知道 不可以這樣 所以他們當來 還有生的事 還有沒有斷 所以這個 不能說 不修效優 這是這個 陰順道書 他看這個 說出來的這個 就用 所以 上來說 說水平 日生的這個 地鐵 還沒有緩 因為 不進 不順 又不究竟 聽喔 日生還沒有這樣 和風 人天 你要說什麼 對不對 有的人 修人天法 這個精本 有夠離譜 所以這個 教人人天的人 這實在是 有那麼經常無疑 你自己想說 日生才會輸 跟鐵枝佛 還不順 和風 這個人天性 要煮這個 所以這個 日生 起立反戒 還要進行 你知道嗎 那麼這句立反戒 還要進行 就是說 這個 大生的救 警官員 這個 這樣做到三秒三波 事實還要進行 那麼這個 有說這樣 因為最清淨無老的法改 就是那個 無上鋪體 這個 就是日生的斷頂 微生 聽不懂 日生 為什麼呢 負在三個中 這個 筆頂 和地頂 和這個斷頂 一定要骨折 所以這段 是說它的斷頂 微生 所以法老經 日生所做的 是中途的 發生意義 好嗎 這幾個時候 不是有在 這個 這個 生父族就有淹過了 還不記得 這個 發生意義 就是說 日生的生年 剛才走到 三百 郵巡 而已 這是佛道 不得意的 跟眾生說 三百郵巡 你走到 就離開了 讓他們休息一段時間 之後 再跟他們說 還有兩百郵巡 才是自己的救警 這個就是說 要去救那個 報索 還有兩百郵巡 了解嗎 應該這個印象 大家很清 就說 有這個緩乎 像一個生理人 帶一家人 要去報信 就是路人 都很難走 所以說 這沒有多少 三百郵巡 發生意義已經到了 現在 在日後 大家就在吃飽 這個生理人 他說 最後的救警 沒有票 還有兩百郵巡 這個說 三百郵巡 就是理性的生人 帶到救警 那麼來後面 那段比較重要 所以有理性 有報理性 所以這個 這個什麼呢 直到理性 地還不圓圓 所以 所以 斷未性的結論 就是這個 這個斷 和這個地 地 地的未救警 和斷的未圓圓 這句話是可以說這樣 所以 有哪些 就是這個地 斷還不圓圓 所以 還要理性的人 還要補圓 所以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 不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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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慢的起來 你直接發呆心 因為 不必說 我今天就要禁錫 就是你今天發呆心 到重生 這樣算了 你自己怎麼會圓圓 本身就是圓圓 因為你在日後 你本身就在地 斷就起來 如果你在日後 地點也很強 先說 比特 三點 當成立 如果是理性 是斷地和地點 這兩項才能夠強 他沒有去 可惡比特 所以 真的 你不可以說 這個 宣溫夫人說 他兩項 補圓 就是因為兩項 斷地和地點不夠強 完全的關係 好 可以說到這裡 明日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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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